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人难免耳听天下 所且先者有五 明不得与焉 一曰至亲 二曰报公 三曰举弦 四曰死能 五曰存爱 无则一得与天下 明无不足 无不善 无则一物披妙 明不得起始 圣人难免耳至天下 必至人道时矣 人道为此五事也 这一条出自于剑区礼记 这个南面是古代君主之位 坐比朝南 所以成为南面 存爱是明察有人爱之心的人 这个对有人爱之心的人去明察 一得是指通通做到 一就是全部的意思 二这个善就是风欲 三批妙是错误 是不得其始就是不能够受终正勤 无这个地方的死是人的正常死亡 就是自然衰老 尽其停寿 无疾而终 那么这一条讲 圣明的人 南面称王治理全国 必将先做好五件事情 而一般民事还不在其内 就是必须先做好五件事情 那么这个五项就是这五件事 一是依礼法端正亲属之间的关系 确定长幼尊卑的名分 第一个要有礼 那么礼有婚尊卑长幼尊卑引进 那么先把这个亲属之间的关系 把这些名分定位明确 这个确定 那么大家依照这个尊卑长幼的名分 来行这个礼 这样才不乱 二是封赏有功之臣 这个有功劳的这个臣子 那么必须奉上 三是己见和选拔贤德之人 就是己贤 要己见贤人出来为国家办事 四是任用有才能的人 那么己贤之后要任用 实际上任用他来为国家 为人民来服务 那么这个人民就有福了 五是明察和奖励 民间有善心善行的人 要很明确的去视察 以及要奖励 这个民间有善心善行这样的善人 这个善人是国之宝 这个对国家社会 都有很大的奉献跟帮助 那么要去奖励 这五件事如果能通通做到 全国的百姓将没有匮乏 这个物质精神上 不会缺乏 无不封益 就是都会过着封益的生活 如果这五项有一项拐错失道 那么民众就不能安享天年 所以圣民的天子 治理国家一定从人伦之道 指上面说的这五件事做起 这个五件事是根本 这有一件做不好 那人民就不能安享天年 所以这五件事 要通通都把它做到 那么人民才能过安居乐业的生活 那国家才安定 好 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滑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